忙碌的家长面对孩子要求和吵闹时 可能会选择以3C产品来安抚孩子 但电子产品的蓝光却不断影响孩子视力发展 近视只会逐渐加重 其实我们对蓝光这件事情的担忧 除了眼睛视力之外 主要还是跟睡眠有关 所以你可以看到很多国外的研究告诉我们 蓝光会干扰到孩子晚上的睡眠的深程度 还有睡眠的品质 那当然也会间接影响到孩子白天的情绪 还有学习力 然后最后变高度近视 所有有高度近视的家长应该都有追星之痛 其实高度近视就算是某种程度的惨障 而且它有很多很多未来对视力不良的影响 小儿科医师黄聪宁身兼父亲身份 很能理解现在家长育儿的辛苦 也建议家长落实3010120的爱眼密码 我们每30分钟我们就休息10分钟就是3010 那后面的120其实非常重要 从研究当中发现 只要你待在户外的时间越久的孩子 时间越长 户外运动时间越长 你近视几率就越低 如何减少孩子使用3C 家长又该如何跟孩子沟通 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将许多家长的教养妙招收录成册 就是你吃饭你就不要看手机 那我们基本上我太太会自己开火 那我们会在开火的时候会请小朋友一起帮忙 所以基本上我就会约定好看一个故事 或是听一首歌结束交还给我 卫生福利部国健署呼吁家长加强孩子户外运动 并以身作则 尽量避免在孩子面前使用电子产品 必要使用也需律定规范 帮助孩子远离近视威胁 以上新闻由黄勋威采访报道 伤心的时候有我陪伴你 欢笑的时候与你同行 关心你的点点滴滴 整身广播电台